11月29號的時候 魚鷹墜海八個人全數離奶 日本就說你不要再飛了吧 那終於在6號的時候 美國說全面停飛 所有機型的魚鷹飛機 另外再來看到最新的是 12月11號 一架駐韓的美軍F-16戰機 訓練時墜入了黃海 飛行員緊急逃生後獲救 哎呦怎麼又發生事情 但是聽到了F-16你知道嗎 台灣其實買最多啊 台灣買了F-16V 多達要未來會有206架 數量第一 但是這個武器啊 都沒有到期 這個雲鷹意外比較不意外啦 他出過很多事 太多了 因為他的造型特殊 功能又要特殊 因為他可以垂直起降 對 然後 所以一直人家 台灣沒有買啦 對 不敢買吧 F-16 F-16是 其實還蠻穩定的 美國歷史上賣最多的飛機 台灣買最多 他在全世界賣了3500架 不然你講了還是F-16V 對啦 是 那如果之前再算 之前的更多 台灣恐怕總共有買將近500架 對 對不對 還有F-16A、B 對 不同型號 對啊 那F-16真的過去 真的比較少聽到這樣的事 所以這個突然墜毀在黃海 真的蠻詭異的 因為他沒有沒有調查報告 我也不能亂猜啦 因為美國常常最近 就是呢 墜機的 這個調查報告都不知道 可是如果是人 人為 如果是人為問題你就 對不對 比如說可能美國軍紀鬆懈啊 幹嘛啊 對不對 搞不好喝酒啊 誰知道 因為F-16的機器機械故障 真的比較少聽 其實他蠻成熟的一架飛機 對啊 而且賣到3500架 你就知道有多普遍啊 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 這個 還是要看具體的調查結果 太詭異了 那但是最近也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啊 之前我們說 用五艘航母想要威著 中東啦 還有包括了在俄羅斯跟中東大陸 但是呢 亮哥已經說 你啊 對喔 小型國家也許可以 但是呢 對中國大陸不太一樣 那其實不只是 南海這個議題啊 你知道嗎 其實最近 美國也常常怎麼樣 想要帶 東海啦 台海給大陸施加壓力 但最新的來說到 中國大陸軍事底氣 也就是台灣的國防部 有特別公佈了說 11號 增獲到了大陸山東號的 航母的編隊群 沿著海峽中線以西 比較靠近中國大陸那邊 穿越了台灣海峽 台灣這邊軍方有強調說呢 會持續密切來掌握狀態 那根據呢台灣發布的消息 山東號的航母編隊群 11號是從由北往南 穿越了台灣海峽 山東號曾經在 10月28號到11月5號 在台灣東南的海域進行演習 進行了高達570架次的 舰載機的起降 另外呢 還看到11月8號的時候呢 也是由南往北呢 進入到台灣海峽 當時傳回 可能是要到大連去整補嘛 時隔一個多月呢 又看到他11號穿越了台灣海峽 相反的兩個 最近呢 美國艦艇穿越台海的次數 好像還是減少 對啊 你覺得為什麼這樣 沒有啦 因為 美國前一陣子 因為你用你今年算 那就 因為 第二季第三季那個時候 美中還僵持著嘛 那時候軍方 國中管道沒有恢復嘛 中國大陸就說你來啊 反正你致富風險嘛 我就給你尾切 所以就 對對 所以就 尾切 所以就比較少來啦 那個 可是 我不認為 他會像以前那麼多 那麼多場來啦 因為 雖然說軍方 國中管道已經恢復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 美國也知道 他來的意義越來越低啦 什麼意思 什麼叫意義越來越低 因為中國大陸 比如說他的軍武 逐漸出籠嘛 那好讓你看嘛 讓你看嘛 對 反正你看呢 就現實也是如此 就是說你可能 比如說福建艦就是在蓋嘛 對 那福建艦 那電池彈射超乎預期的順利嘛 嗯哼哼哼 那美國可能 一開始就要 說電池彈射真的做出來了嗎 因為我們的福特號 就搞了半天 是啊 就這樣一下就好 對 所以他們當然不相信嘛 所以不相信就會常來嘛 哦 你懂我的意思 哦 了解了 可是現在你福建艦 反正就這麼回事了 對 大概大家也公認說 是真的 是真的 而且電池彈射真的是做出來了 那個小紅車這麼強 是啊 一次就成功 你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會少來 OK 因為 基本上如果說是大規模的部隊儀防 那衛星就看得到了 哦不用真的來 不用底進偵查 底進偵查一定是要看細節嘛 嗯 那細節就是 可能有什麼新的技術了 了解 哦 那他就好奇嘛 嗯嗯 說是不是有什麼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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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種類的軍艦在蓋啊 對 他要究竟看一下 是大概是這種性質 嗯 亮哥點到一個很大的關鍵 關鍵點 也就是以前的時候 福建建還在蓋的時候 大家 美國想說我福特號搞到半天 這個我們都還沒形成戰力 你到底搞出什麼東西 現在已經證實 啊就沒有用了 他真的就是真的 不是紙糊的 不是CG圖啦 那最近呢 美國自己也開始說了 以前那美國有很多恐憂 譬如說當年沙漠風暴 就是出動了超過11.6萬架次的軍機 投下了8萬多噸的炸彈 但現在歐亞時報跟國家利益就說了 你對於中國大陸俄羅斯 這些相等距的對手是 你很難展現呢 像沙漠風暴當中的威力 意思空優沒了 冷戰時期巔峰的時候 美軍有4000多架的戰機 跟331架的轟炸機 現在剩下1932架的戰機 跟140架的轟炸機 更別說大陸其實 在周遭也有1000多架戰機啊 所以數量上你真的很難口豆 就是空優這一塊 另外再來看到說什麼 中國大陸也有無人機 還可以跟你批題的 殲35 殲20等等的 更別說殲20現在也說超過了200架 跟你F22相比 少一架摔一架就沒了 現在剩150架還要不斷的減少 然後殲20年產預計100架 但是F35年產大概30到50架 這樣也是此消彼長 你這個是講的是戰機的對戰 對 戰機對戰 或者是轟炸機 就是空軍的對戰 那中國跟俄羅斯 他比如說俄羅斯有S400 你敢來嗎 對 對不對 他有地對空 S400說可以打這個F16 是啊 所以我還有另外的 當然就是 就是我可以打到你的本土 你的伊拉克 阿富汗 怎麼可能打到美國本土 那中國跟俄羅斯我講白了啦 中國才不會跟你進海作戰 對 你美國如果真的介入 我跟你保證他就直接打美國本土 因為台灣等於是中國大陸的核心 你等於來我的領土 我當然去打你 當然是這樣啊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都不會手軟的啦 所以你看那個北約 這次為什麼烏克蘭戰爭 他不敢真的進去 對 因為俄羅斯就給你嗆白了嘛 說你真的來我就用核武啊 而且事實上你也知道那個卡里平格勒 那個飛帝啊 俄羅斯就直接把匕首導彈給運到那邊去 對 那還把核武運到白俄羅斯啊 就是秀給你看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說誰空對空 可以打看看 OK 不是這種邏輯了啦 這個是你進來我就視為 視為重大威脅 我就直接打到你本土去了啦 沒錯沒錯 所以中國跟美國 還有俄羅斯對美國那種作戰的邏輯 完全不是那種 你打不到我的本土那種邏輯啦 對 以前他打過了 以前打過越南打過韓國 他們又打不到美國 所以那個都是叫做 美國介入你的戰場 那是完全不同性質的 是的 對啊 所以呢 亮哥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台海如果真的要開戰的話 美國不會敢真的直接來介入 頂多給你這個代理人的戰爭而已嘛 那剛剛我們特別提到說 你啊 空戰這一塊 你也沒優勢 因為殲20出來 還有包括了這個電戰機也有 殲16D說呢 就可以媲美隱形戰鬥機 因為它生存能力很強 而且殲16D說呢 其實它對於F22的威脅還蠻大的 不亞於殲20 另外再來看到了說 美國現在很緊張嘛 所以不斷退退退 關島這個地方 想要設一些中島啦等等的 然後呢 加上呢 他想要放什麼呢 像是宙斯頓 薩德拉 愛國者這些 但是呢 防務新聞點到一個觀點了 就是說呢 因為你圓了太多了 什麼烏克蘭等等的 所以呢 你的這些 愛國者啊 這些啊 或者中東啊 你圓以色列這些 你啊就是不夠用啦 你在關島這些 可能沒有那個時間 給他那麼多的武器了 不過愛國者飛彈 是地對空的防禦飛彈 那不是攻擊性 不是攻擊啦 他說要保護關島 你應該說中島啦 中島 中島 問題是他第一島鏈 沒有人敢給他裝 日本不敢 菲律賓不敢 台灣 我認為會出事 如果真的台灣裝不得了 就要打了 我認為日本裝 中國大陸也不會客氣 對 所以目前 如果連日本都不敢裝 誰敢裝 你如果台灣裝 因為那個是核彈頭 那就形容台灣擁有核彈 那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動武條件 那就當初的古巴危機2.0 那個比那個嚴重 因為 那個 中國大陸打台灣不是有幾個前提嗎 對 其中有一個叫台灣擁有核武 中島就是核武 你開什麼玩笑 所以我認為不太可能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講了那麼多 這個中美的博弈 虛虛實實 但是也要認清楚一個現實 美國你真的會來幫助台灣 或者真的介入嗎 動武嗎 一個大問號 另外再看到中國大陸現在被你圍堵 但是又不斷突圍 講的是什麼 包括了太空領域 還有華為等等 尤其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太空競賽 現在怎麼樣 現在彭博社說 中國大陸在跟美國 在月球影響力的競賽當中獲得重大的勝利 這是美國坦承 在月球的這一塊 因為現在他也提到說 NASA 要破例開綠燈 要求中國大陸越壤的這個新的研究 一起來合作來研究 但是你在2001年通過了沃爾夫條款 就是不跟中國大陸合作 不過在月球影響力這一塊 中國大陸跟埃及最近在航天領域成果很不錯 最近也把衛星 埃及的衛星給發射上去了 在12月4號 那更別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簽署了 要共建了國際月球科研戰的量解備忘錄 很多國家參與 阿聯酋 阿根廷 巴西等等 阿聯酋其實最近 也跟美國鬧得不太愉快 這個是法律 你說沃爾夫 這個不是 對啊 當然 所以 這個並不是NASA要申請特例就可以 對 這個要修法 修法以目前的氛圍誰敢送 不敢修 不可能 所以 一定要到 美國那個航空站正式廢之前一年 那個危機意識才會開始帶動 就是真的 就說你如果真的不修 以後 太空站只有中國有 那真的是 那美國怎麼辦 對 那怎麼辦 不 它當然就 我估計它之前就會 可能又會要編預算 所以我們自己也要再弄一個 可是 可是這個錢很多 我知道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他面 面對了 空前的難題 因為他那個 除非你就是那個舊的太空站 還要繼續沿用 沿一沿你那個那麼舊 最遲2030年 就拖 就拖 我再繼續拖 再看看 美國都是這樣 就是 你能夠醞釀出兩檔多大的危機意識 然後這筆錢他才會支 比如說金片與科學法案 對 520億 那個也是 最後 農危機意識 急了 就去誇大台積電 一旦掉到大陸的手上 有多嚴重之類的 他還沒有在 輿論 還沒有在製造這種輿論 就說太空站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也才剛開始架起來 對對對 那到底 會有什麼作用 不知道 比如說中國大陸 利用太空站 做出什麼樣的科研突破 對 那美國就會開始造輿論 緊張了 說這個很嚴重 我們如果沒有這玩意兒 以後會很麻煩 之類的 最近就已經開始說什麼大陸要 佔據月球資源 在那邊攻城掠地 然後說你美國不准進來 未來也會很緊張 為了編預算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這個錢滿大 這個錢真的很大 你看又要炒作中國崩潰 中國威脅論 好 另外再來看到華為 這塊要特別問一下亮哥 因為這很有意思是 華為首家的海外工廠 落地在法國 然後估計要投資兩億歐元 同時創造八百個就業崗位 年產十億台的設備 到底辦什麼大事呢 不是生產手機 而是4G跟5G基站 所需要的晶片組 還有主機板相關的零件 可以提供整個歐洲的市場 歐洲不是有些國家在進5G 4G 為什麼還要投資這個 還是說其他國家其實是怎樣 其實沒有真的在進 我覺得華為的策略就是要穩住法國 對華為5G的立場 沒錯 因為這個部分德國 德國比較有彈性 因為有些德國的鋪設也比較廣 所以鋪設廣就會變成一種籌碼 就是德國如果不讓華為5G 因為4G幾乎都是用華為的 那德國的成本就會非常高 就是你4G換5G用華為的話成本很低 你用別人的話 那你糟了 所以他就 就是說因為法國那個鋪設的比例不高 對 那個德國應該是超過50% 是 那法國我的印象中是大概只有20% 所以我就來你這裡投資 那就讓法國覺得這個好 不錯 那這樣他就有機會慢慢鋪設 OK 那我覺得他這個是有策略選擇 很厲害 那當然也是因為法國在歐盟的地位 那如果法國人用了華為的5G 發現沒有安全問題 那他就自己現身說法了 那說服歐盟就容易多了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策略性 有策略性 這真的是很有戰略上的意義 其實說到華為 待會要讓亮哥秀一下他的手機殼 我覺得很帥 另外華為董事長余晨東8號出席 2023年的華為花粉年會上放話 說明年會推出 會推出非常有引領性 創新性還有顛覆性的產品 我在這裡 文葉強給大家 謝地來講 就是說明年我們還會推出 非常有引領性 創新性 顛覆性的產品 給提供大家 幫我們上去 所以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我們怎麼樣 如果改寫這個行業的歷史 明年 將會走向紅紅的原生應用 和原生的體驗上去 那將會是 整個中國端利潮流系統的 真正的王者 亮哥 我們現在都是華粉 那手機殼很好看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還是透過淘寶買的 因為台灣沒有啊 對啊 因為人家特別買殼對不對 對對對 那 真的 你要轉過來讓他看 你 真的很漂亮 很好看啊 這是RS嘛對不對 想像RS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就覺得蠻好看 你知道那個殼很難買 那個我還特別去深圳幫 玉琴姐買 是喔 真的啊 他還說你去深圳幫我 買個華為一殼 我等著 我在台灣下單 等了將近兩個禮拜才寄來 但值得 我覺得因為亮哥 剛剛一拿的時候 這個好看 這個殼好看 我就覺得蠻好看的 對啊 你怎麼看華為明年又要推出有個沒的 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因為 他是講產品 那表示那是一個大量 大量販售的東西 對啊 5.5G嗎 他說不是手機 那就是另外一種平臺 所以有人在猜 有人在猜 就是說是不是虛實整合的東西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這個關子賣很大 他賣那麼大 我們當然不能亂猜啦 不能亂猜 因為我們常常會跌破眼鏡 而且呢 華為啊 他就是很有創新性 另外呢 來看到中國大陸6G也有公佈 說我們2030年 有人說是混合實境 MR MR Mixed Reality 就是結合VR跟AR的技術 是是是 有人是這樣猜啦 不過因為這個運用量比較大 嗯哼 那 他如果進入這個領域 那 蘋果 那也很顛覆喔 對啊 不過他的對手還是蘋果 對啊 因為蘋果的那個Vision Pro 他其實就是也是類似這樣 那華為說 不好意思 我手機給你對標 我這個MR 我給你對標 MR 對標並不難 不難 而且中國大陸使用量那麼大對不對 對 好 那真的值得期待 尤其明年如果說真的 這個鴻蒙跟Android斷開之後 又有更多的什麼 要加入這個鴻蒙的系統 也是引發討論 好 中國大陸6G 說2030年要商用 然後呢 華為也公佈他6G的上行下行的速度 然後呢 6G這一塊 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現在還是領先40左右 但是美國也是極其直追 6G這一塊 不這個等於是提前佈局啦 目前應該還是在實驗室啦 對啦 那還沒有大量的產品 這個不可能太早出來啦 那你5G怎麼回收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實驗的概念 是 實驗概念 那目前你剛剛講那個40%是專利 專利 對不對 那專利 通常 華為5G累積不知道多少專利啦 對 第一 可是 通常電信公司 從一個技術到另外一個技術 一定會 想辦法回收 這個技術 所累積的成本 5G還剛開始 對啦 對啦 5G很多國家根本就還沒開始 還沒享受到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 5G可能佔比 在整個電信上 應該也還大概只有3 40% 嗯 嗯 很多地方還是沒有 對啦 是啦 所以他一定要 要先賺保再說 對啦 這個錢袋子要先賺起來 而且講白了啦 就是說5G速度已經夠快了 那6G 速度這麼快 那你具體應用是什麼 你要去想 因為有時候是有那個 我們說有上限 比如說 你說用到3奈米 那你再用到2奈米 那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什麼 可以做到什麼 比如說以我來講 我就不覺得 我一定要用3奈米 對 因為我又不玩電競 對 我也是 所以你去想 就是說 他的運用的必要性是什麼 了解 對啦 大概是這樣 對啊 所以那個 有的時候 這華為會做很多 很超前的一個部署 那當然也是要 要考慮市場 對啦 對啦 因為它5G現在 那也要領先 但這個錢要賺多一點嘛 國家都還沒5G了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